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政府宣布向全香港市民派發一人一個可重用口罩 這個口罩主要是在香港及東南亞生產 而不是內地 政府說有足夠的貨源供應給全香港市民 我們現在立刻開箱看看好不好用 這個口罩有6層 已經通過了ASTM F2100 Level 1的標準 而且每一個派發的口罩已經經過臭氧消毒 可以即時使用 我們拿到手機是大型的size 鼻樑位、下巴位都沒什麼漏洞 戴著的感覺有點像戴著KF94 這個可重用口罩是沒有鐵線的 政府就說是用了人體工學去設計 所以我戴上去都幾貼面 而耳朵的耳帶帶上去都是剛剛好都幾舒適 而大家最關心的就是戴眼鏡的時候會不會起舞呢 我們現在就試給大家看 經過我們的測試 戴著眼鏡的話 跟戴其他口罩一樣都會有少少霧氣 現在在冷氣房戴著這個口罩都還能呼吸到 但落到街上會不會焗到吸不到氣呢 我們現在下街試試看 這陣子香港的天氣開始滿熱 雖然去到晚上有少少風 但戴著這個口罩都有點焗 如果下午的時候戴著這個口罩吃飯的話 應該會出汗的 根據政府宣傳片介紹 不用特地拿個濾心出來清洗 每晚只需要用蕃茄和清水 將整個口罩浸洗 吹乾之後就可以用了 記得千萬不要用消毒劑和漂白水來清洗 也不要用燙斗來燙乾它 可蟲用口罩總共有6層 外層和抗菌層透過銅來抑制細菌和常見病毒 而過濾層阻擋大部份的微粒細菌和飛沫 而保護層主要是用來保護過濾層 內層就可以保持皮膚乾爽 這個口罩我已經打了幾個小時了 因為它有6層的設計 所以戴上臉的時候感覺上好像很安心 不過因為它太貼面了 所以戴上去是有少少焗的 而且我的化妝品都已經黏在口罩裡 至於外觀的問題 看不看就真的見仁見智了 因此後有沒看過 국務在日本的消息 在日本的工作室 會的小츠子 即可也有個福建 大家不斷走 全家很難過 也有信心 你們在這裏 換生活 中國人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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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人一時